在上一个视频我们介绍了一位职业牌计算表的用者 他的名字叫强叔 为什么我们上一次有介绍他的买法 是因为他的买法是非常稳健的 他第一,求的是稳 所以他的买法我们特意拿出来 就介绍了给那些喜欢求稳的朋友拿来参考的 他怎么求稳化 他说他每天只选几场很稳健的赛事来买 而且他拖的时候他拖这叫比较多 所以他经常收几千元 整天收几千元 而今天的强叔又来电邮给我们 他今天用了$260买了两场赛事 又收了$2600多 他今天呢 他的主力码就是第10场的潘顿那一笔有而知性 今天为什么我再拿强叔的方法来说 因为他选拖有而知性 他的观念,他的看法和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他今天的主力一匹码就是有而知性 而且他帮他是WIN的 为什么强叔是这么看好有而知性呢? 如果你记得有而知性 上一次出赛的时候是5月20日 在赛前我们也有推介这一匹码 第一,他是和季内末段最快的1400 那一场是4班1400 但他的成绩是3班 但是上一次赛事 他就跑去第6 就输了 那为什么有而知性上一场是跑去第6 而今次是变身呢? 那个秘诀 强叔的看法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在这里向你披露了 所以我经常说 当你要跑那只码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带 你要看他的能力是如何发挥出来的 记住 我们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和职业数据库 全部都是2D 就是你跑马的时候 你看它全部是赛职 但是那个范围 那个幅度是2D 所以你必须要看那个赛事 就是那场带 当你看完带的时候 你才看到是3D的东西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是看有而知性 为什么我们推介他那场的三班跑第二个奖 如果你有看的话 你会很清楚是发生什么事了 那我们首先看看那一天的费数先 OK 这场赛事 就是上一次有而知性那场赛事 是场次661的 那很容易 我们可以去数据库 资料库那里 去 就是资业数据库 去资料库 在场次选 马贵今季 就选611 就看到了 第一 强叔说 他已经看到不对路了 在面季上 看到吗 集前他是大业门 但不停停停停 连次业门都没有了 真的退得很厉害 他觉得这里已经不对路了 怎么不对路化呢 首先你要看他3D的赛事资料 就是看看他怎样在三班牵势跑第二 那我们看了 这个是他三班跑第二个赛 在这里 在这里 留意这匹马 他怎么跑 粉红色黄色没有 这个是川四来的 里面是不是有 里面 他不进去 他死都不进去内兰 一会儿说明为何 他在热蝶走 他在外面位置的马 还有这只黄财生肺 电后那几匹马 有特长 那 我知道怎么看这只马 有儿之声 是怎样跑第二 三班 我们说过了 在这个 末段他排第一 就是他最后 揣劲很强 你看看这笔马 后面的马 还是有儿之声 他走什么 他走什么 要向外面来 因为他强劲 他一定要望空 现在还被人塞 还没有机会发挥 看看 现在剩下300米 什么时候望空 差不多200米 剩下200米才望空 你看他的末段 这就是末段 要斗的末段 我们已经看到时间很快 再看3D片 你看看 这个就是 我们选择他 因为这次下四班 是潘顿 苏保罗 我们说过 职业数据库 联马斯 苏保罗 他的杀手是潘顿 所以上一次这笔马 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你集中 多花时间 这笔马 看看那条片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再看他 上一仗了 上一仗 初落四班 突然之间 变成没有飞 原本是大烟门 是这样 退得很厉害 这个已经是 强叔说他已经有 一个不长的感觉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笔马 是不是想塞呢 因为飞 是幕后的 为什么会 这么没信心 是不是有这些不妥呢 他说会不会 特意走到内篮呢 我们来看看 他在外档 在这里 这个班农第一次 骑 看看他做什么 他死都不进入这个位置 现在 做什么 洩了进去 在内档 看了 大少大少 中间投资 往外面是领场 车 那就是说 那个飞已经滑了 给我们听 他有很大的机会 这样跑 果然 第一段 就在里面先 看 接着 第三位 中档 我们来看看 进了直路 他会不会拉出去 外面冲 我们来看看 看他有没有 那个意识性 拉出去 看他有没有 重 红眼罩 大概跟着 第七位中档 就是这只 要留意 看着里面 看着里面 你就可以说 外面失了 但他从头到尾 都没有什么意识 都是在里面 是什么 是什么 这只马 那部电要往空 根本就没得往空 这个时候已经在里面了 就是前面 有一扎马 你看看他 这个就是上将他输马的跑法 OK 如果你和他临场的飞数 大家一起看 那当然 我们事后才知道 原来他跑法很不同 那我们看看今次 今次就大叶门了 对不对 上一次5.2倍 今次由头 都是大叶门的 那我们看看今次怎么跑 在这个位置 也是搬盾棋 其实他可以放进去 他是不会的 他是不会走进去 在二叠 因为为什么这只马 需要往空 拉出去跑 这场就有票 可以的了 OK 很硬正 那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跑 最后 你看他有机会进来 都不进来 都是保持在二叠 在这里 留意这笔 第三位 是同威 第四位 幸运 转弯 向外面走 开始 有了 对不对 意识他要拉出去 但我们看他 是不是向外面押 在这里 好了 由这三百米 已经可以往空 就是真正正正 可以和你斗 最后的末段 因为记住 他这场也是 未来最快的末段 外面有疑之声上 最出众的心爱 接近终点 有疑之声赢 跑第二名 就是心爱 第三名 是瀟灑王子 所以很明显 这匹马 有时候你选择 比如选择 根据 即是排位架算表 看到的末段很强 所以我常常建议你 跑的时候 一定要看那场的赛 即是带 看他怎么走 记住如果有时候他输 是可能有原因 可能他第一次 用四班试一试马 那些东西 怎么为止试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最主要就是跟飞数 可以配合 如果你看到 他现在的跑法 不是原本 那个赢马 有表现的跑法 这些马是值得做备忘的 所以 我们这一场 也是拿他做胆的 即是深水马那里 而我们那个 强叔 也是主力 就买这一天 主力就买这匹马了 所以他这一天 用了二百六元买马 他就买什么呢 首先他都说那一招 是买过两关 是吧 二寸一 你看他 他第八场 胆都说潘顿 我是小子 接着友谊之星 我是小子 拖励旗先锋 唇航导弹 未影阳飞 一二三四拖了四匹 第十场 友谊之星拖心爱 意识坚 清身动力 瘦瘦王子 也拖四匹 他次关就中了 但是二百多元 但是头关不中 因为不幸运 就是和系小子跑第三 但是那些脚 他就中了三弄彩 其实两场都中三弄彩 你看看 不过他就Q的关都过不了 你可以看第十场 第八场 他就和系小子跑第三 但是这脚就 一二 就是中三弄彩 但是他买的就是Q 当然 然后第十场 那他就碰了 有心爱 消瘦王子 两场都是中三不彩的 那他怎么选择 这脚呢 其实很容易 他说 计算表 是不是 首先是和上三丈的 同程实力码 是第一匹 就是和系小子 就是潘顿的内档 所以他就拿了这匹码做胆 这个第一 好了 接着季内的那些 同程 看到两匹 未影杨飞 和力奇先锋 所以现在他就拖了两匹脚了 接着他说他再看短图 近程的一千 上三丈 未影杨飞 已经拖了 那怎么呢 他就说他有看 这一场有一匹初出马 就是三号的巡航导弹 如是有这样的呈現 我说过 是不是 强叔也有做这件事 就一定要去 马会速势图的资料 看那匹新马的评语 你看到三号 评语是什么 我们说到最后 他说这匹马 首战胜望伸龙 就是说他有机会赢 这个就是他的匹马 当然他自己拖了一只稳定点的 排一档好档好快 这匹不明物体 因为这匹他说 已经两次 一个在三班千四 跑第五 谷草千二 谷草千二 谷草千二也跑过第五 这个是新马来的 不明物体 所以他就拖了这匹 所以他这一场的 Q就是一拖四 我们再看他第十场 第十场就更加容易了 季内 季内的 同情 因为季内有二支星牌第一 今天是三班 对不对 接着就选季内 同情实力 就拖上面那四匹了 就不要这匹包成 为什么不要包成呢 因为包成第一 他是一匹老马 这次是一三三 七岁 而且包成是 上将紧性的 紧紧性 包成上将跑第一 人是头位了 人很辛苦 所以他就不要了 那就是拖 心爱 伊斯坚 瀟灑王子 清真当劣 就是排队 所以你看到他 这四匹 当然他不错 这个跑第三 另外他也买了这条三盟彩 就行单式马胆 就有而之星是行头的 因为他今天的寸入心碎 就是这一匹而门的有而之星 但如果你买win 你占不到钱 对不对 所以他就买三盟彩 就拖了四匹 就买了一百元而已 即是八个多 一注那些 一百元抽了2688 所以他这一天 二百六元买码 他又是收了2600多 所以他说他整天都收几千元 为什么我今天又拿他出来说 第一个原因就是 告诉你 以后遇着有而之星 这样的情形 你就要怎么去做 要看待 要避传 第二 原来有很多朋友 都是像强叔那样 是喜欢这样去找找找 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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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而且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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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胆是拖五匹,射下去第十场 也是潘顿那批友谊之声 是一拖五米Q过关而穿一 就给他收了五千三万 他怎么做呢? 计算表那里同情实力 贵内上三丈同情实力 就选了潘顿这批小鸟傲长 排内档 做胆 就拖了,拖了,拖了,同情实力马 曼士恩,好田橙,还有铝鹰公爵 另外呢,也是后了那招了 如果不够的话,去近程同一个马场 就是填造一千,短途的 拖了这两匹,雷电宝,祭月高峰 这个他就买一拖五 第十场 也是贵内的 他用了贵内那批友谊之声就拖了这五批 连包姓都拖了 就是包姓心爱意识坚,消瘦王子清真动力 他就买了二穿一Q过关 是二百五元的 那他第五场 你看到吗?根本就是 一,二,三,四,五 那些五重彩都跟着回来 不是,四重彩 即是四重彩都拖了,如果他有买的话 结果这条Q就派一百九十七元 那当然啦 第十场也是中了三重彩 那些马是吗? 友谊之声心爱潇洒王子 那这里就是收二百六十九个半 所以他的二穿一是收了五千四 那他就在这里 特别多谢强叔 还有也要多谢我们 把他的方法拿出来 给他做参考的 OK 那我想在这里讲一讲 如果你平时是很稳健的 就好像强叔今天买法的 那当然他的方法是值得你参考 但是你记住啊 我们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的主要功能 是要你去拖大爷的 OK,就是说要拖个万 十几万 那你的买法是必须要target这个价钱 是不是? 如果你这样买呢 你是target不到十几万 因为你二穿一 所以我有点建议给那些 好像强叔那样买的朋友 OK 你除了用你稳阵的方法下注之外 也都可以考虑 就买一拖三,一拖三,一拖三 整条Q过关三穿四 你不一定要买十元 你可以买五元 甚至更加少 买五元都是二百多 那那些呢 如果你经常都可以中多几千元 那就是说 你是有本钱去向 过万,过十万,几十万 那里去 那个部署的买法 是向那方面去发展的 OK 所以如果你们 好像强叔那样 喜欢他的买法 那也要记住 再拿其中的几百元出来 就买下过三关 你不一定要买十元 你去买五元 因为你那些几千元 其实你已经是有本有得的了 OK 所以记住 我们这个知识牌计算表的最终功能 是要给你波大 而且很多人都做到了 我所说的波大 就不是说过万 是说过十万 几十万都有 所以记住记住 用这个策略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策略 OK 主要求稳 就是你可以将你自己的主要的注码 求稳 但是拿其中小小出来 要向着十万那里进攻的 OK 你平时的买法 是不是也是很喜欢以小波大 但是你很少中到Q过关 因为 中胆 就不中脚 要是 中脚 就不中胆 你今季 是不是还是负数 而想立即追回数 你是不是还没有职业牌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最多知识团队所用的工具 如果是的话 如果你想解决 很少中到Q过关 冷三重彩 或者冷四重彩 或者你想解决 成日中胆不中脚 要是中脚就不中胆 要解决这个难题是非常之容易 你只需要拥有职业牌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这个疑难就很容易解决了 如果你有看这个频道 一段时间 其实你已经知道了 是怎样去真真正正去消波大 所以你还没有这两个表的话 我就建议你立刻压力压力按这个位置 即是要订阅请去以下 立刻拥有这两个表 刚刚跑过的谷祖赛 正正因为你没有这两个表 所以你是八百错过了 很容易很容易 过晚的机会 因为这一天有不少的错用者 都是被它们搞定了个饼 所以你不要再想,如果还没有,就立刻按这里,立刻拥有这两个表 因为拥有这两个表,你每天每个赛日的成本只不过30元而已 30元只是可以买到马保,但是马保是做不到,这个效果出来 所以很多人经常看马保,看报纸,就complain很少中刀刀过关 其实主要原因是他们缺乏一个有效的工具 所以你还没有的话,千万不要像公众那样,就要学精一点,学一下职业团队那些 就立刻按这个位置,如要订阅请客以下,立刻拥有这两个表 因为拥有这两个表,你可以用一年 只要你保持着我在前一个视频,就是上两个视频教你 怎样去拥胆,怎样拖脚,怎样去买Q过关,怎样去买三龙仔,四龙仔 将个马胆指第一第二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一年之内,你会有牌中,而且是有牌中大 千万不要不相信,千万不要再浪费任何一个今季剩下不多的彩日 所以还没有的话,就立刻按这个位置,立刻拥有这两个表 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里,看人家怎样做 因为你已经白白错过了一次找个饼的机会 所以不要再浪费另外一个机会 如果你对如何用小本去博大夜的买法,是很有兴趣的 而且你还没订阅这个频道,我就建议你按这个位置 当你按完这个位置,订阅这个频道,有新的视频出 你就会知道,就不会错过了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视频对你以后的买法 投注是有帮助或者有啟发性的 就麻烦你在这个位置,like那边不断按一按 好了,我就预祝你在未来的赛日又过到关,又播到大夜